位于闽南腹地的福建省南静县,兰花资源十分丰富,有着中国兰花之乡的美誉,也是中国四大兰花原产地之一。 近年来,当地花农依托电商平台不断做大做强兰花产业,90后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刘顺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。 日前,记者来到福建南静实地采访。 初见刘顺礼,他正在花圃内忙碌着,大棚里摆放着各类精致盆栽兰花,琳琅满目。 刘顺礼就读于泉州师范学院,是该校电子商务专业的毕业生。 他的父母常年以种植贩卖兰花为生。 依靠家乡得天独厚的兰花资源优势,大学期间,刘顺礼就开启了第一家兰花网店。 毕业后,他选择回到家乡,继续扩大兰花的电商销售规模。 因为我学的是电子商务,然后通过往上卖东西相对会快一点。 以前我老爸就是经常出去外面跑市场,然后卖这个兰花确实很累。 后面我就家乡这个东西,刚才就回家做这个东西,把这个产业给他带起来。 和传统的销售方式不同。 线上销售虽然让商家接触到了更多的消费者,但同时竞争压力也很大。 许多商家都会发布类似的产品,如何让自己的产品脱颖而出,刘顺礼有些泛难。 刚开始确实竞争很大,而且自己什么也不懂。 但是就是经常出去跟人家交流,因为很多东西别人卖的鞋子衣服的商户, 他们卖的都挺好的,就出去跟他们学习交流。 反正打开自己的知识一遍,然后后面就是通过自己产品这个特色跟家里人的配合。 然后在这个兰花市场上占起了一定的市场份额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,刘顺礼售卖的兰花以实惠的价格精致的包装,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。 目前,他销售的兰花苗品种达200多个。 2018年,线上销售额达1300多万元人民币,旺季时日均有1800多件订单。 我们首先就是开发我们自己的包装,因为我们都是直接跟厂家合作,定制的那个包装盒都是非常硬的,就是很难压,看怎么都压不坏。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出土,包括这些脱毒,我们都有处理过,然后为买家就保证新鲜的话,能够送到这样。 在经营网店的过程中,刘顺礼摸索发现,各大农产品电商纷纷在网络平台上开通直播间,宣传本地农产品。 于是,他决定试水网络直播这一新兴的线上销售方式。 刘顺礼告诉记者,通过直播,消费者能更直观地看到每一盆兰花的特点,目前销售量也十分可观。 现在目前来说也算还不错,就是新的销售模式下,这个直播现在能够带动的份额,像是店铺的三分之一,已经占了这么大了。 在福建南境,像刘顺礼这样的电商销售团队并不少见。 据统计,在南境县山城镇,网上蓝铺就达2500多家。 2018年,兰花销售总额8亿多元人民币,其中电商销售超5亿元人民币。 因为兰花就是小类幕一个小产品,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还有兰花,国兰这个东西,我们要做就是把它做到推广前国这样。